周易细词下中说,德不配位,必有栽秧,德博而未尊,智小而谋大,力小而认重,显不吉矣,小胜靠智,大胜靠德,一个人的德性里,藏着他的人生起落,若是一个人名不副时,只会压垮自己,所以,平时有几件容易折损因德的事,千万不要,你知道是什么吗? 祸不妄志,福不徒来,更多国学知识就在国学子弟般欢迎订阅,仗势欺人知识不要做,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出身,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王侯将相,虽然有一句话说,王侯将相命有种乎,但是不可否认,和出身真的有关系,那么即使你的起点比别人高,但是也不要仗势欺人,因为还有句话,富不过三代, 在《水浒传》中,郑屠户仗着自己有点靠山,欺凌卖畅的妇女,有很大一批人,是敢怒不敢言,使得郑屠户更加肆意妄为,结果就碰到了鲁达这样一个专门不怕硬的主,结果一不小心,郑屠户就丢掉了性命,假设他能好好利用自己的资源卖猪肉能有什么问题,哪怕是想要纳妾,通过正当手段不一样也能达成,他却偏偏选择抢抢民女,欺负这样一对卖畅的妇女,最终死于踏实, 唐朝年间,一个名叫王毛仲的人,小时候父亲违法,全家没入官府为奴,成为李隆基的家奴,因姓实名物,萧永善其设受宠,后来李隆基成为太子,王毛仲参与平定为后,太平公主之乱,李隆基登上帝位后,受其为大将军之职,又因诸沙宰相萧至忠有功,升为辅国大将军,王毛仲飞黄腾达后,仗着是皇帝宠臣,有些得意忘形,甚至深受皇帝宠, 宠爱的高丽氏,杨思绪两个宦官也受过他的欺负,唐玄宗对此也是争执眼闭之眼,有时甚至包庇,后来,王毛仲之妻李氏生了个儿子,唐玄宗命高丽氏带着奖赏去贺喜,回来后,唐玄宗问高丽氏,对于朕的决定,小王高不高兴, 高丽氏说,他好像不是很高兴,还说我这个儿子,难道连三品官都不如,好死不死的,王毛仲却有这话,实际上是针对高丽氏的,因为他素来瞧不起宦官,而当时受宠的宦官,往往被授以三品将军,其中就包括高丽氏,但是这话高丽氏对唐玄宗一说,意思就变了, 听完高丽氏的汇报,唐玄宗顿时大怒,说,之前诛杀为事的时候,此贼尚持两端,避世不入,朕给他面子,什么也没说,没想到今天,他竟敢借他儿子埋怨朕,高丽氏趁机禁言,北门奴官皆毛仲所语,不除之,避其大患,不得不说,高丽氏告黑状,上眼药的水平真的是很高,于是,唐玄宗先把手有兵权的葛福顺,唐帝文,李守德,王景耀, 高丽氏,这几个王毛仲的党羽,和王毛仲以及他四个儿子,一起贬到外地,最后王毛仲贬至永州,然后派人到贬折地,将其一死,落得一个凄惨下场,这件事可以说十分有教育意义,第一就是教导我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,第二个就是做人不要太得意忘性,不要随意瞧不起别人,对不起良心之事,不要做, 在这年头,只要我们一谈到良心,就肯定会被人耻笑,甚至不少人还讽刺,良心值多少钱呢,良心有黄金值钱吗,看得见的钱财,黄金未必是最重要的,因为它们并非永远属于我们,当我们走到生命的尽头,这些钱财,黄金都显得毫无意义, 因为谁都带不走,相反,看不见的良心才是最重要的,因为它们永远跟随我们,如影随形,哪怕我们走到生命的尽头,良心也会相伴,从来不会远离, 那些没有良心的人,暂时赚了很多钱,也有钱有势,随着他们逐渐老去,到了一定的年纪,受到良心谴责的他们,只会疑神疑鬼,这就是所谓的平生做了亏心事,半夜就怕鬼敲门,对得起良心,啥都不怕,对不起良心,风吹草动,都让人心惊胆战,活着,可以没钱,可以落魄,但不能失去良心,高阳的弟弟高掩,就是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, 高掩是高欢的第六子,与高成,高阳是一母同胞,都是楼昭君生的,公元559年,高阳久经中毒而死,15岁的皇太子高阴继位,高掩临死前赵高掩说,我死了以后,你如果想当皇帝,可以,但请你不要杀我的儿子,高掩听后,惊恐万分,立即扑倒在地,磕头不止,痛哭流涕,并指天发誓,绝无二心,如有意志,必遭鬼神陆害, 高阳很满意,任命高掩为太父,路上舒适,朝中正事都由他决断,高阴继位后,高掩,高掩两兄弟突然发动政变, 楼昭君无奈以太皇太后的身份,下诏废除了孙子高阴,让高掩当了皇帝,但是楼昭君再三明主,一定要善待高阴,不要伤害他,高掩答应了,也做了保证, 虽然高掩当上皇帝之后,文之武功奸胜,干得有声有色,可是,高掩却违背了誓言和母兄嘱托,杀害了侄子,所以,他始终觉得是快心病,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高掩经常做噩梦,梦见高阳斥责他,梦见厉鬼来捉他,甚至有时大白天,高掩就看见高阳,杨阴等人迎面走来,吓得他大声尖叫,高掩整天精神恍惚, 静从马上摔了下来,摔伤了肋骨,请来巫师驱鬼,却被吓得昏了过去,公元561年,只当了一年多皇帝的高掩, 在良心折磨和悔恨恐惧中死去,年纪27岁,北七叔和北史都记载说,高掩在临死前,匍匐在床枕上,不停地叩头哀嚎,好像是在像什么人求饶似的, 可见,做了亏心事,就会受到良心谴责,一辈子不得安宁,所以,为人在世,千万莫做亏心事,欲望滔天之事不要做, 有一位哲学家说过,人世间的一切罪恶,皆源自于欲望的本身,欲望就是一把双刃剑,保持正当的欲望, 可以让人在事业当中欲挫欲愤,干出独属于自己的业绩,赚取到一定的钱财,而不正当的欲望, 比如说跟别人攀比,产生了羡慕极度恨的心理,那我们就会被欲望所操控,成为欲望的奴隶, 别说活得快乐了,就连内心自由也做不到,纵观古今历史,因为欲望滔天而提前走向灭亡的人, 数不胜数,欲望可以造就一个人,自然也可以毁掉一个人,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王朝,但是他的最后一个国君节却是一个昏庸暴虐的暴君, 据《猎女传》记载,他为酒池可以运舟,领三千人做牛饮,罪而逆死者,媚喜笑之以为乐, 他还在沙丘大住院台,以酒为耻,玄肉为邻,使男女裸奔其间做长夜之饮, 结得荒淫无道,引起了天下人的愤怒和反抗, 商汤率领商族和其他诸侯,兴兵讨伐夏节,最终在明条之战中大败夏军,俘虏了夏节, 并将他囚禁在南朝,夏朝就此灭亡,商朝取而代之。 商朝,一个比夏节更加荒淫暴虐的暴君,他不仅模仿夏节建造了九只肉林, 还纵容奸命大臣甘,虎、虫、鸡等人横行霸道。 残害忠良,迷恋美女打击,听信其谗言,杀害贤相依隐,威自其等人, 好施巧法,制造了金石之声,金石之台等奇异之物, 残忍虐待百姓和诸侯,甚至用锯子将周公弹锯成两半。 商周王的暴行激起了天下人的反抗, 周五王率领周族和其他诸侯联军进攻商周王, 在木野之战中大败商军,商周王见识不妙,逃回昭阁城内, 在露台上放火自焚而死,商朝就此覆灭,周朝建立。 损人害己之事,不要做,损人害己之事,尽量不要做。 有一位国学大师说过,任何的损人都不可能利己,最终只会害己。 三国时期的司马昭,当街杀了曹魏的皇帝,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, 而在司马昭看来,自己想杀谁就杀谁,不用跟任何人解释。 一百多年过去了,东晋的司马家逐渐走到了尽头, 当年司马昭如何杀曹氏一族,东晋的刘裕就如何杀司马氏一族, 历史就是一个轮回。 损人看似不会伤害到自己,不过这都是暂时的情况, 未来的情况,又有谁能说得准呢? 要知道,人无千日好,话无百日红。 在损人的时候,也要考虑到自己或者子孙后代。 有一天也会被人算计,这就是所谓的渊渊相报,何时了? 人在江湖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,既不要损人,也不要被人损。 一代名将曾国藩也曾告诫过自己的弟弟,德不配位是最危险的。 那些靠吹捧和糊弄老百姓神化自己的人,一定会摔得很惨。 所以,曾国藩很重视自己的德行,每次去办事,他都会送上一份随手礼,包括门房在内, 而礼物也是用心挑选的。 但别人送礼的时候,他总是会婉拒,实在拒绝不了,就收一份最少的。 并给对方一份回礼,他更不会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去报复别人, 也不会利用权力去搞小动作,让自己家财万贯。 久而久之,闻五百官越来越尊重曾国藩,下属也心甘情愿听从曾国藩的指挥。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无人只有尽德,修业两事,靠得住。 一个人先修自己的德行,事业和财富便都会随之而来。 祸不忘志,福不徒来,更多国学知识就在国学子弟班,欢迎订阅。